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eeFeeFee Wo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Luna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展示的過程 嘿 來看一下 投資必休克 來來來 欸 哇 怎麼判斷強勢股 欸 怎麼判斷 大家都想買強勢股啊 怎麼判斷的重點啊 欸 回到一個源頭啊 我想知道強勢股是什麼啊 對不對 就像有些女生想要選男生 這樣會不會太誤化 當然想要選最強勢的強勢股 或是最肌肉的肌肉股嗎 肌肉股怎麼選是不是 好不好 我們肌肉股怎麼選 這人生的大道理很難說 可是股票肌肉股怎麼選 這個今天我們三位來賓就知道 好不好 當他飆30%以後 該下車還是該報警呢 我們請教三位專家 三位分析師 好 請教第一位分析師 林漢偉分析師 林漢偉分析師 老師好 證交口其他所講師 各大媒體才能看到他的 老漢 老師你好 欸 大家好 那強勢股到底這個 飆30%之後要不要報警 我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判斷準則 會漲的股票就報警 不會漲的股票趕快把它賣掉 好 會漲的股票趕快把它賣掉 老師這不是廢話嗎 好吧 沒關係還蠻幽默的 老師這個 我也想知道 什麼股票會漲啊 好不好 我們因為音跟裹 沒有老師是開玩笑的 那這是老師的那個line 你要加可以加 好不好 第二位 這個重量級代表 說重量沒有人比得上他 我是非常敬仰的一位 對 歌神中的歌神 重量中的重量 剛獲得那個世界盃 足球賽冠軍的贏家 真正的贏家 林玉凱分析師 因為聽說賺了不少錢 其實我已經穿了全身黑了 就不用再強調重量的部分 我們要凸顯在歌聲 還有這個世界盃的部分就好了 那剛剛哲哲講到說 女生都很喜歡追那個很強的男生 我差點以為他要開黃槍 我又差點捏了一把冷汗 我們這節目是很健康的 不要這樣 我完全不知道你的黃槍在哪邊 算了我也不想問你 好不好 這個就是你心裡想到哪邊 他就是哪邊 你看我是黃色 是黃色 好不好 你真的是黃色耶 我內衣不是好不好 跟大家講 這個也是玉凱老師的line 好不好 這個掃描一下 第三位 這個說到他黃 沒有人比得上他嗎 沒有人比得上他 如果要這樣講 介紹一下 認真 這是認證過的是不是 對對對 這個其實我 我們下次玉凱老師後面用黑色的背景 你就只剩下一條領帶 那更瘦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今天兩位老師很奇怪 就是老漢老師他裡面的跟外面也是一樣 然後玉凱老師也是都黑的 黑的看不太出來 來 有點 這個看不太出來顏色 沒關係啦 表示他們都很專一嘛 始終如一是不是 好 那陳彥老師來 您算來一下 我們就是這樣花嘛對不對 來我們來 好好的聊一下好不好 比花心 沒有那個 好我們請陳彥老師 你剛才在講一個重點 該報警還是讓他下車 我跟你講夠美我就報警 不夠美我直接路邊開了我直接踹下車 踹下車 直接踹下車 就這麼狠 真的是這麼狠 但是我不太會這樣 那不然咧 你還是會把事情辦完嗎 我說公事啦 好 我會送對方回去 不聯絡而已 這很有禮貌耶 我還是會回去送對方 所以如果你 你買到一支不好的股票 你還會一直抱抱抱抱抱抱抱到原點喔 不是你講的是說 譬如說跟人家講 我們在講股票 你在講 我也在講跟人家約會的時候 不是我說好的股票 我當然要報警啊 不好的股票趕快 就停損啊 我也是在講約會 沒有嘛 我怎麼可能 我們今天是投資必修課 你為什麼要扯到那邊去 所以我又把你想歪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這可能是你自己本身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對不起 對對對 不過你換正經的 我覺得很奇怪 對不過說真的啦 怎麼看選強勢股 其實跟 他一定有一些特徵 好 就好像選美女一樣 通常一般 我們是不是在路上 譬如說你再走一走 你會看到一個女生很漂亮 長頭髮 繡髮飄逸 哇塞 而且重點 這個有點像LUNA喔 LUNA穿重機磚可以嗎 而且 而且漂亮的女生 她的長髮 有時候她會帶一點點 這種 金色或咖啡色 欸 哈文老師你喜歡這種嗎 會騎重機的女生 很正啊 欸現在很多騎重機的女生 超漂亮的欸 是啊 而且如果你去肯丁 有的還穿比基尼鞋欸 LUNA你有沒有想要穿 穿這種重機磚 然後騎重機這樣 嗯 有啊之前有想說要騎重機 可是昨天我好像扛不起來 扛不起來啦 練背力了 基本上我們是坐在車上 不用把車扛在肩膀上 不是他這種車 要立起來很難立啊 不會啦不會啦 我跟你講下次約我教你 你有在騎過重機嗎 有有有我常騎重機啊 有時候真的很多 哇很漂亮 真的我沒有騙你 所以你看喔 像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妹 長怎麼樣 怎麼把你的臉翻進去啊 這個 節目可以尊重一下人嗎 搞一個這樣子是怎樣 不是把你的臉翻進去幹嘛 你怎麼沒戴眼鏡啊 這是我嗎 這是不是你喔 有這麼誇張嗎 不過說真的喔 真的如果 本來要過去打招呼有沒有 看到 扁一頓欸 我跟你講 你不是說你不在乎嗎 是不是 這不是女的啊 問題根本不是女生啊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妹 有時候你感覺 我們要用實際的方式 對啦 到底是不是強勢股也是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認識一下強勢股啦 好不好 當然 強勢股還是有分啦 有一種是真的可以讓你上 上 可以讓你上車型 意思就是說可以買 就強勢你真的可以追的 可以搭順風車啦 可以搭順風車的齁 那這種通常上漲過程中 量會持續的放大 這個還蠻重要的 而且會沿著五日均線上漲 但是有一種就是 背影殺手 什麼叫背影殺手 看背影有沒有 超正的對不對 就一轉過去 我們就變兇手 他 我看到背影殺手 我就變兇手 那表示他的正面很糟糕 這種股票買到真的會套 而且很難解套 為什麼 往往在上漲過程中 連續跳空鎖掌停 一個股票要鎖掌停 代表他的籌碼太容易 被 那不是應該追嗎 怎麼不能追 可是問題是 一個這麼好的股票 這個籌碼是太少了 等到你 這麼正的正妹 很容易被追走了 也不太對 反正不是正妹喔 怪怪的喔 你知道我的好兄弟 湯姆克魯斯啊 就有一次他跟我講說 他去一個酒吧 突然就一個女生過來跟他搭訕 結果 他也知道是陷阱 果然沒多久 那一個女生的 表哥啦 堂哥就過來找麻煩 有沒有 所以太容易搭訕到的 太容易搭訕到的 基本上 你剛才沒有發現 湯姆克魯斯是我的好朋友 其實有 你不想接話 你不想接嗎 八分之才是我好朋友 是是是 不是我要想說 要不要講啦 就是你知道最近那個 那個玉凱啊 對不對 你說梅西嗎 玉凱不是梅西就算了 梅西聽說對老婆很專情喔 哇這個女朋友四歲就認識他了 那聽說另外一個跟梅西得那個 爭奪金靴獎啊 法國母八配 他前女友他女朋友啊 就是一個第三姓啊 那不知道他只是要上車還不下車 我覺得我扯遠了 對這扯遠 這扯遠 好不好 他買到套套行啊 他買到套套就把它踢掉 就是容易追到的反而不一定是好 因為 見高的時候爆亮長黑 這個有沒有很像仙人跳的感覺 這個就會很像仙人跳 比如說Luna突然答應你說 要跟你去約會 不會不會 這不會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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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發生這種事 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千萬不要 沒有好事 因為Luna這時候可能缺錢了 不是 這時候他的堂哥就會來了 來找我 然後還拍照 拍照 然後就叫我想辦法 塞 所以我跟你講很多強勢股 真的買到不是比較好 對 他開給你看的時候反而不好 所以怎麼樣強勢股 我跟你講 上車等一下上車行 第一個 成家要持續放大嗎 一定要持續放大 沿著無論均線上漲 對 這個還蠻重要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右邊 基本上喔 如果是長紅或跳空突破整理區 突破區間整理 突破區間整理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代表過去長期套牢的籌碼 是 他們能夠有效的控制 是 那另外一種就是 低檔爆量 我覺得低檔爆量這件事還蠻重要的 有時候你會看到他在高檔爆量的這種股票 坦白講不好處理 因為高檔爆量到底要不要追 這個很難判斷 但是低檔爆量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兩種技術型態 等一下我也會跟大家解釋喔 那再來呢 消息面的部分 你要注意喔 怎麼去解讀他的利多 有一種叫突發性的利多 比如說那個 挖礦機有沒有 突然比特幣大漲這一種 但這種能不能持續很長 我自己是打一個比較偏問號 但另外一種 最近也是挖礦題材也是很強 可是我覺得 我跟你講都一下子 可是我跟你講說這次碧安事件以後 不是碧安事件 那個FBX FDX 我覺得這一次 這次要送回美國受審啊 抓到了 終身監禁啊 這種事情以後 我跟你講喔 以後比特幣應該 至少要5到10年才能整個復活 有一段時間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基本面的好轉 像安控類這一類 我覺得就是一個機會 還有一種我覺得最重要的利多 是政策面的 比如說太陽人啊 中國解封這一類 安控也是啊 因為中國 中美貿易 中美的貿易戰嘛 對 那所以如果是政策面的利多 基本上 帶來的長勢會比較久 比較久 所以你可以 第一個 就是從技術面看 第二個基本面 所以久不久有時候 身體的素質也是一種 關鍵啊 現在素質 身體素質 有像母巴佩那麼快嗎 對 他起腳很快 哇塞你不知道 這個很厲害 你在跳一次嗎 哇塞我跟妳講 最近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我過去我也是足球 你知道嗎 我感覺不出來 那不然我們不好接 因為我突然想不起來 我足球可以接什麼 等一下弄一顆足球 不是我這要叫你倒掛金鉤啊 有沒有 這是舞棍啊 踢箭子嗎 對 有沒有 對 你是踢箭子對的 有沒有 更不像好不好 有沒有 頭頂 你學海豚學得很像 對啊 頭頂窮 你學海豚學得很像 好我們趕快 趕快 好好好 來我們看這個寶一 當 基本上 政府的金速預算提升 軍工概念股突然之間紅起來 標標 說真的 最近有點做頭 沒關係 沒關係 可是你看這段時間 是不是一個我們剛才講的盤整區 是 請問這裡是不是突破 然後後面量是不是一直上來 有沒有 他並不是一突破 馬上爆量以後就結束了 是 他是量滾量的上來 沿著五日均線走 所以這個至少 還是有一波漲幅啊 就這個時間點能抓到 我覺得是不錯 是不錯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下一個 這個昇華科 那這個跟剛才我們講另外一種情況 你看喔 他也是傳出 好像是利多對不對 昇華科 鼓這個腦流的新藥 獲得孤兒藥的資格 有沒有 哇突然之間就 有沒有 也是也沒錯啦 形態上也是整理對不對 好 可是突然之間 胖胖鎖掌停 讓人覺得 哇塞很興奮 可是 哲哲你幫我看一下 其實他的量都不大對不對 所以要弄到一個掌停 給人家看 相對是比較容易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感覺上好像是一個 很吸 量 衝出來 鎖掌停 鎖掌停好像很棒 可是實際上量不多 要鎖掌停有什麼困難 是 你知道 就操作的痕跡 而且他一架鎖死 好不容易讓你追到了 操作的痕跡會比較少 好不容易追到了 就突然之間爆炸量 突然突然離你了 一定有炸 對 然後這就是 因為他一輩子都不可能離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說 你皮帶症解開 然後門 房門就有人敲門 是 我感覺你很有經驗 很可怕 我感覺你很有經驗 這個要小心 不是啊 那天玉凱跟我講 他說他那一天 對不起 沒事沒事 我也是聽說的 玉凱以後我們 一個公開場合 不要講他的事情 好不好 不要講他的事情 對對對 他會傷心 對對對 你看這一類的 突 就平常量不大 他就幫你鎖住 突然 開高 黑K放大量 怎麼看 就是看黑K 可是黑K有時候看是怎麼看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不難 就是說 你看這一個股票 平常就沒什麼量 然後突然說是暫停 然後又 量也沒上來 又不讓你買 又不讓你買 那你買就算了 那你買的時候 那你就要危險了 我覺得這是一種操作的痕跡太深了 太深了 太深了 把賞物攤白吃傻瓜 對 好那我懂 不要這樣子 來我們看這個 所以呢基本上我要教大家 就是說 一個 大爆破 五高站 五高啦 五高站 這個是台語 五高站 聽到我 哪個五高 五就五日線 五日線附近 高檔亮縮 靠近的時候 前面 橫盤整理過 我們剛才是不是講到一個 橫盤整理 有利多消息 他衝上來 而且那個利多消息 你一定找得到 我跟你講那個利多消息 一定找得到 那五日線要突破 附近買進的時候 那這時候 這時候突然之間亮縮 又靠近五日線 這時候來買 很漂亮 很漂亮 這樣理解意思嗎 爆大量 長黑 減碼 大爆破要出產 爆大量 長黑 兩個動作 第一個 如果 橫盤 突破 有利多消息 我看到的時候 他已經漲上來 好 結果突然之間亮縮 靠近五日線 買 不要怕 但是 不管你有沒有買進 有一種情況是 你買了以後才爆大量 有一種你還沒買就爆大量 OK嗎 這都有可能 那只要是爆大量長黑 有買就減碼 沒買不要再追了 是 那如果 你進場以後 真的破五日線 全速出清 好 這個地方這樣有聽懂 有 這地方很重要 很重要 五夠戰 五高戰 五高戰 大爆破 大爆破 這個很重要 好 那我老師你喜歡這個slogan嗎 五夠戰 大爆破 五高戰 還不錯啊很清楚耶 就是爆大量長黑出場 他是這個 短梗王 短梗王 對 上次不靈彈嗎 上次不是還帶了一個視劇師嗎 他用六個字就幫我解決 那你可以吃吃 五夠戰 大爆破 你可以幫我們講另外一個梗 好不好 另外一個 我等一下想看看 但是那個對話的不靈彈 你講一講以後我發現他不是你會講 真的 你這樣費那麼多時間 20分鐘 不如我問他就好 沒錯沒錯 可是你這個老漢講人家短 我覺得 老漢講人家短 我沒有 我沒有講啊 是你講的嗎 我是說短梗王 我覺得你講的比較那個 對不對 你叫簡約王 簡約 簡約王 簡約王 沒問題 我簡約王 你不要讓他破壞我們感情 好不好 我們繼續往下 我們看這個答能 你看太陽能的題材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突然之間突破區間放量上漲 你注意 這個時間通常大家不敢追 因為突然之間放量上漲 會怕對不對 好 追的時間點就是我剛才講 就是 你看量縮靠近五日線 好 也就是說 進了房間 你不要馬上解 你先聽一下有沒有人敲房門 過了五分鐘沒人敲 再解 這間應該就沒問題 因為他們會算時間嘛 大概是這個邏輯 就是量縮的時候 靠近五日線 這時候再進場 沒問題 你看兩天就標20% 我感覺你好像真信社的 你知道嗎 對 真信社會抓時間啊 而且他們會 九病成兩一 九病成兩一 你常常被抓就知道了 這個要跟那個 多聊天啊 跟玉凱多聊天 多跟他學 對不對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 這個美食啊 其實 當時 坦白講 這個美食的 我有朋友 我有學生在美食啊 我有跟他聊了一下 其實他們有蠻多好消息的 所以你看喔 他這裡突破區間啊 突然之間 上來對不對 好 這裡就是我講的 量縮靠近五日線 有沒有 量縮靠近五日線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種 很好的進場時機 後面 就沿著五日線上攻 一直到 各位注意喔 這裡是不是跌破五日線 這個時候就出場的一個時機 所以很多人怕生計股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好怕 有基本面 有題材 能夠沿著五日線上漲 其實有時候 這個漲幅也很驚人耶 你看 160 170 飆到了 250 破下來出場 這個 這個大概都還有 三四成左右的一個漲幅 好 是 來 那我們來看喔 你看這個 老師你去說 這個北極星藥業 其實之前大家 對這個股票不熟 那一開始他突破放量的時候 很多人不敢 不敢做 可是你看喔 量縮靠近 這個五日線 你來買進 一路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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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五日線漲 一直沿著五日線漲 然後 這裡喔 就突然有異常有沒有 這個 我們所謂的 長黑爆量 而且你看這個 可是他說這個五告 你說是沿著五日線的時候 可是這裡是五日線啊 一直都是五日線 那你在哪邊買會不交 我這邊也可以買 這邊也可以買啊 如果 通常我們不會在 你說真的在這裡買 應該不是 我們一般人沒有那麼厲害 是 那 這一個長 這個紅K又出量 衝出來 我們 可能在收盤前 可能會買 也有可能我們收盤 在做檢查的時候 可是他不是要量縮嗎 對 這裡這裡 他出量以後再縮 有沒有 有沒有 可是有突破 有 而且障文五日線對不對 這一天其實就可以買進 這一天就可以買進 你看 他一路爆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什麼 長黑爆量 而且你看這個成交量 相較過去實在異常 有點異常 有點異常 這個時候你先減個一半 這個時候突破 不是也是會爆量嗎 對 你不是說量縮要買 我知道 你剛才講的那種情況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突然之間就鎖住了 你根本買不到的那一種 其實那一種反而我不見得 剛才我們一開始就講 那一種盡量不要追 五高站 對 還記得嗎 五日線 高檔放量 高檔放量 然後 量縮以後 靠近五日線 高檔放量 然後突破 然後量縮以後 靠近五日線 表示市場突然之間 然後吸收 大爆破 大量 大量 然後爆了 出一半 如果又破五日線 出清 大爆量 很大量爆量 然後突破 跌破 好 這個操作的細節還是要注意 我拉近一點 對 這邊你看 第一次賣一半 對 然後第二次剩下全部出清 這樣賺43.6% 平均43% 不錯喔 至少 你有一個穩定 不會因為這種股票 你不敢追 好玩一下 來 結論 好 所以強勢股的定義是什麼 第一種 讓你上車就是 上漲過程成交量要持續放大 這個很重要 那股價會沿著五日均線上漲 那第二種 如果 甚至突破的時候 有時候會直接 直接 離五日均遠 那個真的沒辦法 對 我跟你講有一種情況 我特別講 最近生技股很多這樣 就是 他一突破成交量 一放大 完全沒有量縮的機會 對 我跟你講這個就沒辦法 這個真的 因為這個 這種越強勢 有時候 管理過大你越危險 對 你很難找到一個標準 對不對 你很難找到一個標準 比如說我們在1325的橫大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橫大 來來來 老師五日線 直接跳上去啦有沒有 對 這邊就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第一次在這 對 對不對 其實這個都沒有量縮 站穩五日線有沒有 沒有 這個 所以假設今天這個上 這邊有量縮一點點 一點點 可是破五日線啊 破五日線就沒辦法了 就沒辦法 就沒辦法 這邊的考慮 對 這邊也許可以啊 好 這個就像你講的 這個 這個如果今天又上來對不對 好 後面幾天 如果量縮站穩五日線 嗯 可以嗎 可以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我懂的就是我們這種五夠站的 坦白講啊 這個今天 通常追低根是好 可是老師你今天是比較保守的 對 你如果今天能追到 OK啊 欸 對不對 但問題是很多人是今天 收完盤做功課嘛 嗯 那當然要等明天 我們看有沒有量縮站穩五日線 好 看起來 沒有再敲一個那個 劍橋 嗯 好你看喔 這個 這個就是你剛才講的那一種 你看這裡有沒有 他是不是突破 很長一段時間 那這段你就少賺了啊 我知道 這個就很難 這個說真的很難 真的喔 你沒有辦法 一個判斷標準 一個突破就好了 我突破就買了 不是問題是就很 這種做法很容易追到那種 被操作的股票 你就套在上面 老師你今天這個不錯 你懂我意思嗎 突破第一根有時候是最簡單的 可是有時候被修理 很容易被修理 謝謝你告訴我們五夠站 那像這一檔 我就說沒辦法 你就錯過了 因為這個就真的一路漲 那怎麼辦 我說沒有辦法做到 這個面面俱到 說真的 我講真的沒有辦法 好 不容易 好來 那所以第二種 我其實你剛才講的 其實你希望說 一漲我們就上去對不對 甚至那種 跳空就直接 一路鎖上去 可是這種坦白講 有時候追到 剛好就是那個高點 那很多人就會一直拿 那個劍橋來講 對不對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例子真的少 而且這種例子 老師要的是比較安全的突破 真的少 真的少 再看右邊結論 好 常見的原因 剛才講過 我們看右邊 基本面 那 對 五日線 記得 高檔亮縮靠近五日線 來買進 好不好 記得要亮縮 這個很重要 那如果 爆大量長黑 我真的是 建議大家 這時候能解碼 但是我還是再講一句 還是有股票 高檔爆亮長黑以後 隔天又跳空繼續往上漸 那馬上去年要另外一半嗎 沒辦法 是不是 對 那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策略上 因為還有一半 那一半就繼續賺 你一半 我一半 感情比較不會賺 好不好 那漢偉老師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其實這個講得很好 五高站跟大爆破 但我覺得如果說再 調整一下可能會更好 比如說你可以看族群的股性 比方說生計股性 就抓三高站嘛 三日線 你就可以做一個追進 那如果說你買的是金融股 你可能抓十高站 回到十日線 你才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我覺得 根據族群的股性去調整 他的車約是比較好的做法 三高站 我最後再補充一個 有時候就是 如果他突破長期的高點 可能就玩完了 叫漲高玩 對不起 自己笑場 對不起 自己笑場 哎呀 這是 對不起我的實力不夠 不是那你這樣不是更好嗎 大量 然後高檔 然後玩的嘛 大高 欸欸欸欸 是不是 大量再高檔 就結束了 就大高玩 真的是 我是不知道你在笑什麼的 我聽不懂 是是 育卡老師 我也是不太理解 我覺得他喜歡這個笑話 就我被他了解 我覺得還行 對 好那我 我提供給大家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策略上面靈活一點 就比如說 大 大黨 他一定會講一次 沒有我要講認真的 比如說我們突破第一根的時候 我們先下三成資金 欸 然後等到剛剛那個教授講的 拉回亮縮的情況之下 我們再下三成資金 欸這還不錯啊 不錯 因為我比較喜歡突破就追了 對 但是你這樣子等到天黑 沒有啦 當然你說突破那一根能掌握到 我自己的習慣 我也是會追啦 可是我剛才的前提是說 如果有的人他是突破完 他才去 去找到這一支股票 我懂你 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不能看盤的 謝謝老師啦 所以那個育凱老師 這個不錯不錯 突破先用三成 拉回再買三成嘛 又四成看怎麼樣再說嘛 所以強勢股有選到嗎 有 有選到 基歐股的人生 不知道怎麼選 可是強勢股的股市 是蠻好選的 好不好 讓他不要30%以後 到底是該 下車還報警 其實還是獲利一直報警 一直報警 等到他有長黑K 或者跌破五日線 弱勢的時候再走 好不好 好 所以同樣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還有按讚留言 按讚留言喔 好不好 每周到周五 晚間八點上線 135是解盤影片 今天就是什麼 24的教學影片 來最後還是看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小車救救我 救救我 你不要這麼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機頂機頂千金頂 你不要賣個毛 因為 排骨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啊 所以我核心要千斤頂啊 千斤頂我 你怎麼想要頂千斤 你怎麼想要 八字頂好不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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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不會大啦 怎麼辦 欸 不是那個黏膩 attempts 應該如何財富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那我們幾歲的紅白還記得 這when 不是的 剛剛蠻良才的 很厘松不知的 終於是 四明年以後 五個寶斌 五個寶斌 真的有個 無 穿這蚣子 完全螺賣 別隻 無 要 告訴你 最最高 少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FreeFree 教學 最後還是多好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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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給你